好 来题目的话呢在你们的魔力有多硬的他 那我这里题目呢我还是带你稍微看一下 然后等一下再看一下到底要怎么办 这里他举了民国99年为例 然后告诉你说春分在3月21号 然后呢秋分的话呢是在9月23号 然后告诉你一件事情叫做他要去算到底 春到秋 到底呢是有多少天春分到秋分之间 他两个算法 一个呢叫做呢从3月21往后 所以这里才说有4月5月6月一直到9月 另外一种呢就三月份呢往他古老的21 12月11月去算 所以呢算起来叫做呢有另外一种天数 那有个问题咯 啊一样都叫做春分跟秋分 啊只是从两端不一样去算 啊怎么一 年 不应该讲半年吧 天数怎么会不一样 天数怎么会不一样 一个呢叫做186天 一个叫做179天 他又告诉我们一件事 地球到太阳东转的时候呢 几乎每年是一致的误差呢 超多呢叫做一天 就我们讲的回归年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二天 那不论如何179186差了七天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天数有这样差 那我们先回到一件事情叫做 题目在讲这些绕来绕去的是怎样呢 我把它放大 因为我左半边我画了几张图 所以我把它放大 不够大我要注意大哦 好先看第一张图吧 第一张图的话 目前的话呢 我们讲了我们地球到太阳转圈圈 所以我中间 画的是太阳东东 然后旁边画的是地球 那你也知道呢 我蓝色的黄道呢 结果呢竟然是一个椭圆 因为地到日不是一个正元 所以椭圆 我就比较近的 近之点 比较远的远之点 就目前不考虑呢 我们那个米兰科威奇定语大边讲说 我们的自转轴有天理这件事 就目前 就目前而言 我的自转轴呢 我把它向右手边倾斜啦 所以可以看到呢 针对右边这颗地球 太阳光光垂直照射的是 是到底 哪个位置 假设垂直照射来回归线 我们的冬天 好这里我写一月份 因为真正近日点不是在冬至 而是在一月份 那么呢 真正远日点也不是在6月20几号 是在夏天 等七月份 所以我这里才会这样写七月跟一月 那我要讲的是 来如果春夏秋冬 这里叫做夏 这里叫做秋 秋班 这里就叫做 冬 春 所以呢 我标了四个节气 只是为了跟你解决题目 一件事情叫做 如果春班 三月份 往这一端 算到这里 的天数 跟 春班逆推 往这一端 往这一端 算的天数也不一样 不一样 你再看一遍 看一遍什么题目本身说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文字 文字呢 第一种算法 第一种算法 3月21 春班 往哪里 往夏天的 4月5月6月7月8月9月 的天数 第二种算法 就是这里逆推 3月2月1月 3月2月1月12月 等等等 往这边推 179天 等我的意思吧 好所以呢 我刚才画的这一张图 只是为了告诉你呢 我们到太阳公公转 叫你所知 有所谓的见日点 远日点 那搭配题目呢 就是呢 往这一边道 跟往这一边道 所花的时间不一样 但 还是有个问题 为什么 why 为什么 那个为什么 就是我画第二张图的理由 所以我画第二张图 继续往下看 我的第二张图 来一张看好了 六张图的话呢 第一件事情 有解决的是刚才帮你弄的 他如果这样到 100多天 跟这样到 从这一端 这样到 绕过来 经历的时间不一样 经历的时间不一样 一个186 一个179 意思呢 这里 冬天的时候 这一边总是呢 历经的时间比较短 这一边 原字点 夏天的时候 总是历经的时间 比较长 跟刚才讲的 原字点 近字点有关 所以我刚才把它给画下 你们 物理应该都有讲的 科普乐有三个定律 第一个定律 再讲那个 椭圆这件事 对吧 第二个 讲的叫 那等面积 我这里写了 因为呢 不是你忘了 我也忘了 所以我通常把它写出来 针对于同一颗行星 单位时间呢 他经过的面积是一致的 可以接受吧 所以呢 等于呢 我这里画了 我这里都有放大 所以这都没有照我比例 只是一张示意图 所以我这里画了 这样的结果 你可以发现 这里叫做R2 原字点我用R2 近字点用R1 然后他们在走的时候 速度会一致吗 没有一致 我们 的地球 离太阳公公比较近 的时候 我写V1 V1跟离太阳公公比较远的时候 我写V2 V1、V2有没有一致 没有 公 转 到 数率不一致 如果你有印象 你应该有记得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事实上从这里去推的 Liota T分支 Liota A相同这件事情去推 什么意思呢 我这里有写了 你们推出来的结果 推出来的结果 在这里 物理 物理会写了一大堆去推 然后推出来的结果叫做R1 哎哟我这里写错 R1、V1 等于R2、V2 对吧 意思也就是说呢 针对我上面这张图 R2比较大 V2 代表V2应该比较 小 公转小 OK 那右手边这里R1呢 比较小 V1就会比较 大 公转的比较大 可以接受吧 那你说又如何呢 来又如何呢 这里我有继续写 再继续看 继续看的话呢 我这里的第3点 第3点就告诉了你一件事情 叫做 如果 7月 夏天 远日点附近 因为7月远日点 所以R2距离比较远 所以呢公转的比较慢 公转慢 问题是这件事情 也就是我这里写的V2 想 这个V指的是公转 不是自转 公转 公转的比较慢 那意思也就是说 冬天这里 公转的比较快 公转快慢 有没有影响到 全部走的时间 这一半 把它放大 不是 不是 我把它放大 公转 左半边 比较远 公转的比较慢 右半边这里 公转的比较快 就影响到 这一段 所经历的时间 跟这一段 所经历的时间 如果我把它对分好了 我对分都叫做呢 各一半 180度 一个180度 另外一边180度 一边绕圈圈 公转的慢 那 花 更多时间吧 另外一边比较近 一样绕180度 但那个就叫做 公转的快 花了比较少的时间 可以接受吗 意思也就是说 这里转的比较慢 所以比较多天186 这里转的比较快 所以这里比较少天179 OK 所以回到一个问题 题目本身 公转的天数的差异性 要从哪里去解决 就是你到底对于你的克服勒的第2个定律 有没有印象 没有就爆了 第1个讲那个 椭圆这件事 他也在某一个焦点 第2个就这个等面积 相同的时间 大家经历的 这个面积 是一致的 第3个呢 就是呢 在同一个星系 那个T平方分之R三方 有吧 为定值 你不会忘了比我还多吧 我下面应该没有注意写什么东西了吧 下面这里有写的只是在告诉你那个式子R跟V怎么来 来再看一下 既然我都写了 这里呢在告诉你那个R V到底怎么来的 也就如何从等面积变成了 R1 V1 等于R2 V2 就这里 刚才的那个lata T 所以等于它的半径值 那个R是半径嘛 不管它R1或V1 然后呢跟它的 虎场 虎场 事实上就在讲这段 这段 虎场 所以我才讲虎场 然后呢 它怎么了 这个lata S不就是 所走的速率乘以它的时间吗 所以只把这个lata T 变成其他的符号 然后再把那个lata A 去除以lata T 而跑出来这个式子 所以才会有说呢 刚上面 有写的 R1 V1 等于R2 V2 所以通常会问你的 这四项 这样一个题目 有时候花的时间久 有时候花的时间晚 基本上跟它所公转的 公转的速率有关 所以我们回到题目本身 来回到题目本身 第3题 所以为什么跑到了我们的 这个 4 5 6 7 这里中间有经过一个7月份 跑到了 下字点 为什么会比较久 因为下字点 近日点 远日点附近 7月的时候 公转的比较慢 花的时间比较久 OK 所以刚刚讲的那一大段你要知道